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你都不相信的消息 就是鸡皮竟然不是那么不好 还可以帮我们降低不好的胆固顺 令我们患心脏病的风险都要减低 和大家讲一下内容 因为鸡皮的组成大部分是脂肪 大家都知道健康的饮食要少油少盐少糖 大部分脂肪当然不吃 所以我们认知上觉得脂肪不是好东西 容易引起我们肥胖、胚膽固顺、心血本疾病 这种健康问题 所以通常我们吃鸡不要皮 但是原来发现鸡皮对身体竟然有好处 我们要知道脂肪原来分为三种 一种是不饱和脂肪 第二种是饱和脂肪 第三种是反式脂肪 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对健康真的不好 有负面影响 因为会令到血液内的坏肝固顺上升 坏肝固顺就是LDL 而好的胆固顺就会下降 HDL下降 但是不饱和脂肪是人体有益的 和刚才提及的饱和脂肪 反式脂肪相反 它可以提高好的胆固顺 HDL 就可以帮我们减少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根据网上的资料 鸡皮72克的重量 里面有23.8克的脂肪 但其中只有6.7克的是饱和脂肪 其余那些都是有益的单元或者多元不饱和脂肪 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 鸡皮不是想象中那么不好 反而它的好处比坏处是占更大的比例 而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也有文章指出 鸡皮中占大多数的都是健康的不饱和脂肪 是有帮助改善血液里的胆固顺含量 降低你的三酸甘油脂 这样就可以减低你患心脏病的风险 所以这个讯息令我很鼓舞 因为我喜欢吃鸡皮 但已经很久不敢吃了 看了这个资料之后 我会以后尝试吃少许满足自己的渴求 如果你也喜欢吃鸡皮不敢吃的朋友 现在也可以尝试吃少许 谢谢您收听